吃的非常清香,就可以,不是浓香 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做的事 盐报李己斯,来 用心做好菜,吃出健康,来 这个菜呢,是以这个香菜梗命名的 有的地区呢,给它定名叫什么呢 叫原税,又叫原报李己斯 通常发音,发音就是咸盐那个盐 原报李己斯,是叫原报李己斯 来,咱们把这个大香菜 去掉根,去掉叶 切成一寸二寸的段 这个菜呢,是一个清淡口 吃起来非常不错的 特别是两颗酒吃这个菜 四两香菜梗 把蒜,直接就切片吧 省事啊 加上板 葱板一切 两半 然后呢,可以打斜 切成葱丝 接下来呢,我们把这个肉啊 片成三毫米厚的鵝片 来,这样 切成丝 三毫米粗细的丝 推拉刀 切的时候呢,别太顶刀 稍打一点斜 切断它的纤维就可以啊 换句话说,别切顺丝了 现在呢,把这个里面呢,加上一个蛋清啊 通常呢,蛋清要单打啊 这样啊,打到碗边上 这样 这么抓一下 抓散以后,半均 使之这个肉呢 表面啊,滑 再加个蛋清啊 哥俩啊 我这个肉多了点啊 这是一斤肉 把这个蛋清啊 用手给它抓散 来 加上盐 少放啊 给上的口味叫三层口 这是味精 哎 现在这个滑润的程度正好 再加上 适量的淀粉 最好是泡好的淀粉啊 咱们有就放了个干的 不要,不要放多 能锁住原材料里面的嘴巴就可以 哎 这样就行 便有鸽的啊 就可以 再加上 一勺凉水 看看 满满 一勺 这是二十五克 啊 两勺 一两 好了 这就可以 先把碗里加上十五克的料酒 老陈醋十克 生抽 生抽 来十克 来十克 盐 十亮 味精 十亮 胡椒粉 胡椒粉可以 叫0.5克 通常呢 想这个油 烧热这个温度呢 最好是在 三层热 一层是 三十三度 三层了 就是一百度多一点啊 别下锅 就让它翻花 哎 这样 挑开 便使劲搅动啊 使劲搅动呢 就脱姜了 看啊 一点一点温度就上来了 肉呢 就变色了啊 发白 并且呢 你滑好的这个油身 非常直的 啊 要滑不好呢 就成疙瘩汤了 啊 好了 看 颜色还白 入口滑嫩 才行 哎 这个效果是最佳 这就可以 出爪 看一下这个颜色 哎 这就行了 倒出 来 看一眼 哎 哎 这效果 非常不错 好了 把油烧热 放入 冲 喝这个蒜馅啊 炒姜 放入 香菜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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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它滤啊 这样少加一点点盐 啊 这样 香菜肠 刚一滤就可以啊 把这个汤 不要勾馅啊 日来馅 它上腌了 本身就发滑 啊 另外呢 另外呢 这个菜没有汤汁 来 看一眼看一下 这个菜呢 这个菜呢 讲 突出的就是圆碎辈啊 换句话说 香菜辈 香菜脆嫩 肉丝 结白 你别看加了这个生抽和酱油啊 颜色不能给改变啊 把他这个 蒜香 香菜 和这个料香 交叉在一块 使得非常清香 啊 就可以 不是浓香 加上点醋 味提到极致 非常不错的 今天呢 我们就分享到这里 有什么需要的话呢 在我最新视频下方留言 谢谢猪鬼哄